行政論壇跟美牛美豬的廣告在雜誌 國民黨批是行政部中立還揚言 就是宣布暫停停止明年的審查明年的預算 那柯建民就說 國民黨亂的調直接放棄監督到底是什麼招數 你怎麼看這種事情 如果浪費人民納稅前 用國家的公帑來做政黨之私的所謂公投的宣講 或者是來為萊克多巴安來宣傳 我覺得這樣的政府實在是無恥至極 如果連在野黨或連立法院都沒有辦法監督的話 那還要立法院幹什麼 那立法委員至少要表達一些抗議嘛 那目前審查預算的時候 把預算用來為一黨之私 如果連立法委員都不知道要抗議 這樣的立法委員到底要幹什麼 我覺得民進黨的立法委員也要站出來 至少要要求政府不可以 用公帑來做一黨之私的宣傳